所以剛剛比較重要的第一個是COUNIF 第二個就篩選 那當然這個地方 剛剛同學有提到說黑名單 那整藍選 不過我是建議啦 如果像這種跨工作表的 另外一個範圍的話 我是建議你就用定義名稱來完成比較OK 那以後配合F3 為什麼?因為你會發現 光這個名稱 它一定會有一個 工作表名稱清探號 然後後面的範圍 其實這個敘述有點冗長 而且 如果你要向下填滿的話 當然如果A冒號A沒有列 沒有列就不用鎖 事實上比較簡單 可是剛剛我們是選A2到最下面 那你一定要加錢的符號 如果你沒加錢的符號 它那個列會加1 那就會亂掉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改成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先把黑名單 變成 一個名稱 那怎麼定義名稱 1 請你把黑名單三個字 先Ctrl C 2 請你把你要選 所以先名稱 第二個就是把你要 定義名稱的範圍選起來 是A2 到下面 所以右邊要放A2 Ctrl Shift向下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選到底下 那名稱請你找到 在左上角有一個叫做名稱方塊的東西 就這個 把它填上什麼 填上黑名單三個字 然後按Enter 那以後的話呢 在Excel裡面 就把黑名單三個字 當成是 底下的這個範圍 Enter一下 那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因為之前有同學 貼上 或者輸入上 就 不管了 沒有按Enter 如果你沒有按Enter 你這個名稱無法建立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請你到公式 名稱管理員裡面看一下 有沒有黑名單 這個名稱在裡面 如果有 那表示你 成功了 有增加這個 第二個的話呢 有名稱不代表 你定義的範圍是正確 因為之前有同學名稱有 但是 參照到的範圍不對 結果一做 奇怪 怎麼做結果都是錯誤 因為你範圍錯 比如說他怎麼選 他可能剛剛選的時候 我這個名稱 可能只有選到A2吧 也許像這樣子 有沒有 如果A2的話 那將來 怎麼查都不會查出東西 所以如果錯誤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再點他一下 然後把他 或者Delete掉 我重選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游標放這邊 然後Ctrl Shift向下 重選完之後打勾 他就重新再幫你參照到 反正一定要記得 這個定義名稱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後 如果你會定義名稱 我是建議 如果是跨工作表的範圍 一律用名稱來表示 會比較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把剛剛公式做修改 要怎麼修改 切回到查詢名單的 這個 B2 我先把那個 篩選先取消掉 篩選剛剛有按到 好那接下來公式 是喔 Conif的部分 那我就把他怎麼樣 把這個名稱給Delete掉 有沒有 Range喔 你要按F3 那按F3之後的話呢 他會跳出一個清單 所以如果將來 目前只有一個啦 如果以後你有很多個 你用選的 我覺得還蠻好的 真的有點像把 以色友真正 當成資料庫來用 OK 所以你不要說以色友不能當資料庫 以色友可以當資料庫 但是你要知道怎麼用 不然有的時候 你不會用的話 當然就 沒辦法 沒辦法把他用到這個 最佳的狀態 OK建議這樣 我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呢 你直接 再按確定就OK了 那有什麼差別 其實首先 第一個差別是 這個名稱 其實還蠻容易理解的 黑名單 很精簡 第二的話呢 因為那個範圍是 已經是絕對 對的範圍 所以不用加淺的符號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 把它打勾 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 一樣完成 不過 真的有差 因為剛剛 我沒有選整藍 他真的有 比較慢一點 那現在呢 沒有選整藍 直接點兩下 大概 時間差一點點 所以可能 他還是會把全部空白的 通通再比對過一遍 所以效率會稍微差一點點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最後一樣把它篩選 篩選的話 這邊有個篩選 游標放B1 然後呢 把它全選打勾取消 留下 1的部分 有沒有按確定 那1的部分就是我們要查的啦 那把它Ctrl C Ctrl V 貼到哪裡呢 貼到A1去 這樣子就完成了 OK 可是 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每天都要做 可能每天都要做好多次 可能老闆出來又說 又有人 這個 要 申請加入 那 你幫我比對一下 對不對 那 老闆當然會希望你趕快給我 因為我要確定 確定之後要 恢復嘛 對不對 OK 不可能說 你慢慢來 明天再給我也可以 可是 如果你假設 要能夠直接按個按鈕 自動比對完成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是希望 剛剛的動作 可以不需要重做 就可以完成 那當然我們除了說 自己寫VBA之外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還是錄製聚集 所以以後 即便你們學完上完這個課 當然 VBA應該沒有那麼厲害 自己可以隨心所欲寫出來 可是至少錄製聚集 應該會吧 可是錄製聚集說真的 你別亂錄 記得第一個 一定要彩排一下 OK 彩排嘛 就像你要開始 錄影一樣 錄劇集跟錄影一樣 你要先 彩排一下 那比如說幾個動作 1 有不要放哪裡 2 有不要放哪裡 3 輸入公式 4 什麼 就是 做篩選 等等的 彩排過之後 然後再開始 所以我現在 把剛剛的動作彩排 然後開始錄製 OK 那錄製完之後 就不就沒事 可以放之後 你還要加註解 最好上面可以加一下 敘述一下 不然誰會知道說 你將來回頭看 你看得懂嗎 當然不要說看 你錄完之後 你就看不懂 所以盡可能 可以自己加註解 好處就是 將來你回頭看 程式 你也比較看得懂 OK 第二個的話 也可以藉由 註解 去了解 到底 這個劇集 他怎麼樣 幫你撰寫 VBA程式 OK 來看一下 這個彩排 步驟大概說明一下 我步驟 就剛剛做到 1 有不要放在哪裡 B2 不不跟證一下 有一點很重要 因為劇集 主要是錄製 你滑鼠的動作 所以你要先 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將來你的按鈕 應該在這邊 有沒有 所以當你按下按鈕的時候 應該是要切到這個工作表才對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沒有切這個工作表 這個動作的話 那完蛋了 因為他找不到你要的儲存格 有沒有 如果你直接點那個 B2 他會以為是你現在查詢結果的B2 那不對啊 你公司這邊給他 得到的結果不對 所以記得喔 第一步 一定要先 點查詢名單 1 Step 1 2 郵標再點選 B2 可是跟各位講 像這個就NG了 為什麼 因為郵標已經在B2 所以記得你要入之前 請你把優標移開 不要放B2就對了 OK 然後所以優標放B2 然後上面打勾 你說 那公司要不從Key 不用啦 直接就打勾就可以了 因為 這樣比較省事 你說你要自己Key 也可以啦 不讓他費時間 好 打勾 然後向下填滿 有沒有 所以 切 然後 郵標放B2 他會錄啦 Range B2 點select 然後在 那個 就是把那個 Formula 輸入進去 然後Auto fill 填滿 然後再來 郵標放在 B1 做 資料的篩選 然後把篩選的這個 1留下來 按確定 然後並且 把要 複製過去的資料 把它 叩起來 所以優標放A1 然後怎麼選 下面比較OK 我不建議你用這樣往下選 不要用滑鼠選 我建議你用快速鍵 Ctrl Shift向下 為什麼呢 因為你Ctrl Shift向下 它會追蹤 也就是說 將來 查詢到的結果 一定不一樣 不可能說每次都是一樣是幾筆 所以每次都不一樣的話 那假設你今天選 是選20筆 下一次還是20筆 可是不對啊 可能增加變30筆 另外10筆 就選不到 可是如果你用 Ctrl Shift向下的話 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所以我建議 這個快速鍵一定要記 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 向下追蹤 並且選取這個資料 然後Ctrl C 接下來切到查詢結果 把游標記得點選A1之後 Ctrl B貼上 這樣完成 OK 大概大概大概八個步驟 一個步驟都不能少 而且一個步驟都不能NG 真的跟演戲一樣 有沒有 演戲的時候 你那個 台詞動作都要記得 不記得的話 那就NG 再來一遍 OK OK好 In-out-case後的話 彩排完 接下來我們要正式開始 所以呢 接下來開發了 不過你在開始之前 可能確認一下 我是建議你開始之前 可能要先把篩選先取消掉 因為目前篩選狀態還在 你把 資料的篩選 按一下是有 再按一下就沒有 反正它是 它一直循環的 OK 把它取消掉 那再來確定幾件事 就是游標不要直接放在 那個B2的位置 就是這個這個地方的話 不要把游標直接放在 那個 這個B2的位置 因為如果你直接放 你將來錄製的時候 它點的不會 幫你產生內行程式 你說老師那我自己後來再補 對不對 也可以啦 可是你要知道補哪裡 你有那麼厲害嗎 如果你很熟OK可以自己補 所以盡量 游標放在 不要是B2的位置 那查詢結果一樣 不要放在A1的位置 那應該OK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來錄製 錄製的步驟如果 有點不太清楚 各位可以參考雲端 白板擺擺上面 其實我這邊已經有 錄製了一個 叫黑名單篩選 在第幾頁 第2頁的地方 那已經有把步驟給寫上去了 有沒有 1 2 3 4 5 6 7個步驟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開始錄製 開發人員錄製職 確定游標要在 第三個工作標 錄製 然後名稱的話 也許叫黑名單篩選 OK 接下來按確定就開始 1點選查詢名單 OK 它會幫我錄製行程式叫 序齒 刮鬍 查詢名單 點 Slate OK 所以這個時候會需要學習一個物件叫 工作標物件 就是序齒 序齒加S 2的話 優標放在 B2儲存格 它會錄製行程式叫 Range B2點Slate 接下來的話 公式直接在資料編輯列點一下打勾 那它公式就幫我輸入進去了 那應該會用到的是那個Formula Formula就是公式 公式把它輸入進去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就優標放 還有一個動作 向下填滿 填滿的話呢 直接在 B2儲存格的右下控點 快速點兩下 OK 它就幫我填到底下 再來的話呢 游標放在 B1 B2OK了 再來B1 做什麼呢 就篩選 資料的篩選 篩選的部分的話呢 直接點了之後呢 把E留下來 0拿掉 這樣OK了 所以篩選完之後呢 把結果 複製到 查詢結果的A1 游標放A1 然後Ctrl Shift向下 Ctrl C OK 然後再切到查詢結果這邊 所以Ctrl C之後 再點一下查詢結果 然後Shift查詢結果點Slate 切過來 再把游標放A1 為什麼 因為要切上 游標放A1 Ctrl V切上 好 這樣子 就 完成了 完成試試看 記得喔 在 開發人員裡面 一定要找到 停止錄製 不要再錄了 OK好了 停止錄製 第一個 黑名單篩選 就 錄完了 那順便錄另外一個 清除好了 如果要把這個資料清掉的話 一樣 清掉選A1 Delice掉 這樣比較快 好所以等一下錄就清除很簡單 好 所以錄製聚集 然後打一個清除好了 清除的話就是把那個 查詢名單的結果 把它直接刪掉 所以 1選A欄 2Delice 好這樣OK了 停止錄製 那就有一個清除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剛剛那個結果OK 所以錄了兩個 黑名單篩選 實行看看 如果你沒有NG 沒有錯誤 應該就OK了 大家要跑一下下 資料過來了 然後 清除的話呢 就這個 執行一下 資料清掉了 再一次 應該沒問題 OK 不過 可能會看到 就是它那個畫面卡卡的 你說為什麼卡卡的 因為 它其實同時在做查詢 也同時在切到那一頁去 那切過去之後 最後不是要切回來 那因為 它要切回來的時候呢 它還沒查完 它還在查 所以怎麼辦呢 要等它查完之後 再切回來 所以你會感覺 卡卡的 OK 那你當然這個問題還蠻常 同學問到 老師 那這卡卡的 可不可以不要讓它卡卡的 有沒有什麼方式 讓它不要這樣卡 因為 雖然 不影響 不影響 但是感覺就是 怪怪的 有沒有 在執行一下 它就是感覺 這畫面好像 好像有壞掉那個感覺 其實沒有壞掉啦 只是感覺不是太好 OK 清楚 仔細看看 OK 然後最後 兩個錄完之後的話 你當然可以把這兩個按鈕改一下 按右鍵指定聚集 我把它改成 這個叫黑名單好了 一個叫清 清楚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叫 黑名單篩選 這個叫黑名單篩選 這個叫清除 按右鍵 指定聚集 這個叫清除 OK 清除 這樣就有了 所以 你會發現 你根本沒寫程式 可是實際上 它就具備有程式 最後的結果 按鈕按下去 一樣可以 OK 也可以 只是說 錄完 當然 可以 可是 還有些地方 還要再讓它完散一下 比如說哪個地方 第一個 我剛有提到那個 卡卡的畫面 對不對 這等一下再講 那 錄完之後 請各位記得回頭看一下這個程式到底錄了什麼 所以 按一下編輯 或者是你直接點選 Visual Basic 也可以 因為它好像會散退 沒關係 你再點Visual Basic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黑名單篩選錄下來的東西 我習慣是先把上面的註解先delete掉 OK 自己再加自己的註解 所以它錄製完之後 它會放在 Visual Basic 裡面的 Module 1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如果你本來有Module 1 它會放Module 2 反正就放在最下面那個就對了 它的步驟這邊就有了 所以你會發現 序齒 查詢名單 點Slay 有沒有 所以剛剛呢 其實它就是在幫你寫程式 OK 那寫程式 主要是根據 滑鼠的動作 所以你滑鼠不能亂點 你只要點一下 它就幫你產生一個程式 OK 所以一定要彩排 不然你會發現錄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個 我們就逐一 把它加上註解 1 有沒有 所以這個的話是 前面下單引號 單引號的話就是註解 的開始 然後1 游標 那自己自己打一下 游標 點選查詢名單工作表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 2 那就是 點選 B2儲存格 所以它寫下來就是 Range B2.slater 然後第三 就是 輸入那個 公式 公式的話就是這個 等於 Count if 黑名單 後面的話應該 我記得好像是什麼 黑名單 應該是A2才對 OK 不過它用 R1 C1的表示方式 其實不影響 因為你想說 R1 C1什麼 其實以 那個 R 就是列 C C 就是藍 第一列 第一藍當基準 然後反正 我們就是取相對位置 所以你會發現 R如果一樣 是同一列的意思 C如果是 一樣也是同一藍 但是如果 負 1的話 意思是什麼 就是在 它的 負的話 記得是 往左邊 正的話 是往右邊 所以 它現在這個儲存格 是哪一個儲存格 它這個儲存格應該是 B2儲存格 所以它怎麼表示 A2儲存格 它是基準 它是 要 對應的關係 所以它同一列 一樣第二列 所以R一樣 那C呢 它是向 哪個方向 向左 所以它中瓜無負一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但是 我不喜歡用這個方法 因為它錄製都是這樣子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 沒關係 你可以改 改成什麼 直接改成 你看得懂的公式 也可以 OK 只要不要R1 C1就好了 好 那所以 輸入公式之後 向下填滿 所以 這個是輸入公式 然後 下面的話是向下填滿 所以一樣 第四 註解你們自己打好了 因為這個 比較簡單 再來的話呢 它會多一個什麼 Range B2到 B5579.slate 我是覺得這一行是可以砍掉 因為根本沒有意義 它只是說 幫你填滿之後 做一個選舉動作 多此一舉 所以這一行我是建議 是可以把它Delete掉 如果你不確定 你可以用一個方式 前面加一個單引號 單引號就是暫時 不要執行 但是也先不要刪掉 因為我也不確定 因為有時候怕說 一刪 結果不對 少了這一行 程式過不了 那怎麼辦 把它打開 打開怎麼打開 單引號拿掉就好了 OK 這樣子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游標放在那個什麼 這個 B1 B1就是這個 做篩選 篩選的話 其實就是所謂的 Auto Filter 有沒有 選了之後 Auto Filter 篩選之後呢 再來 做選取 複製 所以再來就是 選取複製 所以逐一 這個後面我想你們自己再 註解一下 盡量試著也可以 了解你剛剛做什麼 然後盡可能可以 看懂那個程式背後的意思 所以你會把結果複製 所以 selection.copy 就複製 然後再切回到查詢結果 有沒有 切回到 就是 shits 查詢結果 點select 這邊第七個 有沒有 然後呢 把它 paste 就是把它貼上 所以我們 切過來 然後 cntl v貼上 這樣就完成 我們的註解 註解 我想你自己打 因為這個 主要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你看得懂 為原則 你不一定要打得跟我一樣 其實我 雲端上 應該有 有放已經 註解好了 但這個 請供參考 至於說你怎麼寫 你比較看得懂 你可以用自己習慣的 敘述方式 打這個註解都沒關係 不一定要模仿 因為這個模仿沒意思 這個是寫給 你自己看的 OK 你自己看得懂 為前提 如果你自己看不懂的話 寫得再清楚 也是 多餘 其他的話 還有就清除 清除的話 其實 太雷同了 只是清除的話 根本不需要三行 中間這一行 我覺得是 多餘的 Application 點 Cards Copy Mode 這個字 預設詞 Delete掉就好了 然後 我們把 A欄 就是 Colence Colence A欄的話 就A冒號A 不過其實 另外一個寫法 其實寫A就好了 A冒號A也是 A欄 我覺得寫這樣比較簡單 點Select 跟Selection 其實 可以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它是先選了之後 產生一個Selection 可是問題 Selection 就是指 A欄啊 那你乾脆直接怎麼樣 就寫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 Colence A 點ClearContents 這樣不就OK了嗎 你還 來 Select 再Selection 多詞一曲嘛 OK 所以呢 我的習慣是會把它刪掉 你寫成這樣子 Colence 中瓜 A 等於 點ClearContents 清除內容 清除內容 這樣OK 不過另外我自己個人習慣 如果清除內容 我習慣是等於什麼 等於雙一號就可以了 這樣最簡單 有沒有 我之前都這樣寫 等於沒有東西 就清楚 就清楚的意思 好 那基本上如果把它改完之後 最後把那個按鈕給加上去 清楚看看 清楚OK 黑名單篩選 OK A也OK 那這樣表示應該成功了 把它貼上 OK 那另外就是這個卡卡的狀態 你說 這個卡卡有沒有辦法 可以啦 只是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 那所以呢 請各位 先試著入字聚集 並且加上註解 註解自己加上去 然後呢 把按鈕加上去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其他有一些 可能沒提到的 好